随着如意被陷害打入冷宫 其个人性格也有了变化 进冷宫前语出冷宫后 如意的大变化也自此开始 对于整部剧来说 冷宫这一段戏 无疑是个重头戏 本来与皇上感情很好 却因种种原因如意也真的开始变了 如意在冷宫里虽然被打破了 观众调侃登基了 但也证明冷宫是有多么的不堪 GIFR这段戏 据说剧组也是花费了很多时间 来搭建所谓的冷宫 剧陪伴的剧组264天的人员爆料说 因为原本东西六宫是没有冷宫的 剧组的冷宫也是在恒殿的明清公园 平地上搭建起来的 本阴光秃秃的 剧组硬是搭出了所谓的冷宫 可以看到房子上面杂草的细节 其剧中也是可以看到的 就是为了衬托冷宫的荒凉 还有红色柱子与红色墙上的装饰 都是剧组特意做成这样 以此证明冷宫不堪的模样 或许这些细节在看的时候 并会不太在意 但除了剧中背景音乐外 也是这些细节 让大家看到了什么 是冷宫的样子 记得在剧组刚刚搭建时 就有人被拍到了场景 只是闹的时候为了保密期间 并未向外透露是用来做什么的 现在再回看应该就是剧组正在搭建中 而这些也得到了网友们的证实 说自己去探班时 还问售票处冷宫在哪 原来东西六宫是没有冷宫的 除此之外 网友们还夸赞细节决定成败 为剧组的真心点赞 还有说剧组真的用心了 值得更好的评价等等 其实除了这些 还有很多细节的呈现 比如如意所住的地方 瓦片 窗户纸等都是破旧的 这要刮风下雨 都能感受到冷空气 进来凉嗖嗖的 细看的话 屋檐的地方剧组还塞了鸟窝 于是哭下面就有了鸟屎 这虽然不是鸟屎 但看着真的很像 还有如意站在台子上 看风筝时的样子 看的是风筝 其实觉得更多的是希望 如意此时身处冷空 其内心活动 以及真实想法 或许只有他自己最懂 天心的剧组 还在如意所站下方 在石墩上布满了蜘蛛网 石墩上面还有一些落叶 蜘蛛网代表着此处的荒凉